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板妈妈 我是老板妈妈 去年呢 我们看过一个网红拍片 分享自己养狗一年后的心得 他其实最后的结论就是劝人家不要养狗 因为养狗的这一年啊 让他感到很不方便以及失去自由 看到他这个分享其实当下觉得他非常的诚实 而且也替我解开了一些 为什么有人会养狗 养一养会退养或弃养的疑惑 其实他说的没错 养狗真的要牺牲很多事情 而且会有非常多的不便 例如我们最近过年期间搬了新家有空间了 台北的家人就轮流来探望我们 但你知道吗 有狗的家 而且有三只狗的家 有外人来是要很 有外人来是很麻烦的 今天我就跟老板爸爸来分享一下 养三狗 两猫 一小孩这几年的心得 那我要先请老板爸爸来说 说在过年期间 这么多人来我们家 我们做了哪一些事情呢 其实我们家有三只狗狗 尤其是他们是米克斯 都会比较警戒一点 那有外人来的时候 都会需要做的事情就特别多 那三只狗的个性不一样 比如说斑斑他就很亲人 他很喜欢热闹 他家人跟朋友来访 其实没什么问题 那吐司呢他就很挑人 他就是挑喜欢熟人 他会比较OK 那不熟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来的话 他就是没有办法在客厅里面跟大家一起互动 那拍拍就不用讲 他就是完全不亲人 他认识熟的只有几个人 当有客人跟家人来访的时候 要做的事情就很多 比如说像拍拍跟吐司 他就要先到楼下去散散步 然后跟家人或是朋友一起上楼 然后进电梯 然后进家门 让他知道有人来了 我们再进来家门之后 再带他们进房间去做休息 尽量不要让他们被打扰到 然后给他们一点输压的零食 或者是吃吃正餐这样子 他们的压力就比较小 然后过一段时间 可能大家在客厅活动的时候 声音比较小 或者是动作比较小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出来看看他们 表示一下他们是没有威胁的 然后稳稳之后再回去房间做休息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 有人来访的时候没有办法说 我跟老板马都一直在外面 就需要有一个人在房间陪着他们 那避免他们可能被遗落在那边 他们有可能会抓他们会哭 然后会想要出来之类的 其实就是有人来访的话 要做蛮多事情的 就没办法说很自由的进出这样 因为这也还是我跟老板爸爸在一起养狗后 因为他有去学要怎么样教狗狗 然后更了解狗狗的个性 如果在我跟老板妈妈在一起之前 我自己养狗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一个朋友都不能 朋友都不能来我们家的状态就对了 因为其实像狗狗会保护弱者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比较弱 然后会想保护我 所以如果是只有我在家朋友要进来的话 我是怎么样都安抚不了他们 就是不要对人废啊 不要对人叫的这个状况 那还是因为我现在有老板爸爸 然后他也比较懂狗狗 然后他们也比较信任老板爸爸 觉得老板爸爸会保护这个家 他们才有办法 在有人来家里的状况的时候 是可以不要一直废叫 还可以跟人算是和平共处的 但就是我们 就是有一个人 我们不能同时存在这个空间 就要人流出来 就是招待客人就对 一定要有人进去陪他 像今天是 今天其实是大年初四 而我们的家人拿来台中完以后 他们就出去走走嘛 结果我们其实两个人也是不能出去的状况 因为我们才刚搬新家 然后狗狗 还不是很适应这个环境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带他们出去 然后把他们三个放在家里的话 那会很有可能回来 他们就是 土司可能就把门抓爆了 因为他之前就有这个记录 对不熟悉环境 他就直接把人家门拆了 然后斑斑很有可能会开门 然后排排可能从头到尾都会一直 一直叫 一直叫会吵到邻居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家人 带着小上场自己出去玩 然后我们跟狗狗留在家里 陪他们再慢慢适应这个环境 所以其实养狗真的有很多不方便 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方便就是 会少了很多与家人互动跟相处的时间 必须在这边陪着他们 就是的确是少了蛮多的 通常他们可以和平共处的时候 就是比较后段 就是在房间里面陪他们一段时间 知道他们可以安心休息的时候 我才有办法走出门出来 跟大家讲讲话 然后可能拍个照 吃个东西这样子 像昨天有哥哥弟弟的小孩也要来家里 我们都还会特地要教在他们 在家里面不准奔跑啊 不可以大叫啊 就是要把自己当图书馆一样安安静静的 要不然他们可能会让狗狗就是情绪很激动 一直叫 然后千万不要进到他们休息的区域 给他们有一个有安全感 然后有避风港的地方 就是完全不能被打扰到的 所以就是来我们家就是 其实基本上我们家平常不太喜欢找人来啦 因为找人来 会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 然后也其实让客人很不自在 然后狗狗也可能很不自在 会很麻烦 但如果是猫的话就还比较好 因为我们家奇奇地鼎 还算是 因为以前在店里住很久嘛 所以其实他们看人看的还蛮习惯的 就比较不会有太多问题 对 但是像昨天 像那个奇奇跟弟弟 之前在店里 尤其是奇奇啊 他不是口言吗 因为长期人 长期在店里面人很多 猫很多 然后他可能抵抗力就比较下降 猫其实是一种很脆弱 很容易有压力的动物 所以我们把他带回来 他就是还在调养的状态 像昨天小朋友来家里啊 也是一直想要 抓他们 对抓奇奇啊 然后抓弟弟休息这样子 我们也是一直跟小朋友说 不要抓他们 不要打扰他们休息 因为这样他可能会让他的压力增大 然后抵抗力下降 然后又开始口言复发等等的 对啊 所以就是其实来我们家 这么多毛孩的这个家庭 来做客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他们 也不是非常自在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养狗 养狗的 养狗养毛孩的一个牺牲啊 那我接着 接着我想可以 我们来聊聊 就是我们怎么样 从养一只狗 变成养很多 养三只狗 养两只猫的过程 那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 老板爸爸在开浪浪 跟认识我之前呢 的养狗经历大概是怎么样 以前的养狗的经历 其实是没有什么经历的 之前只有一次养狗经验是 家人送的狗 但是后来因为也是家里面 主要是自己上班时间比较久 然后家里面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照顾 然后又是小幼犬 所以最后那只狗是给舅舅养了 然后那时候 其实说养狗经验 还真的是没有 就是那时候还 虽然是找了很多知识 但是真正养了之后才发现 其实真的蛮多问题的 尤其是家人 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那你独自养他们就很辛苦 因为大家毕竟是共同生活在这个空间 如果你没有征求他们同意 然后就把他带回家 然后就做饲养的话 一旦你不在家 其实他是很痛苦的 以前老板爸爸就是有一个亲戚 他们的狗没有解渣 然后生了小狗 就叫老板爸爸抱去养 然后老板爸爸就说 他妈妈可能会不愿意 因为那时候他还住在家里 然后亲戚就跟他说 没关系你抱回家养就对了 反正抱回家养以后 你妈看他可爱就会心软了 结果没想到他抱回家养以后 妈妈并没有心软 因为那时候他老板爸爸 还在外面公司上班 然后就没有很多时间照顾他 就变成妈妈要照顾 而且很常加班 在广告公司 对然后又没有经过家人的允许 就把小狗擅自抱回家养了 结果妈妈并没有因此而软化 就是想让他养狗 因为又不是他在照顾嘛 所以后来就是那个老板妈妈的妈妈 老板爸爸的妈妈呢 就要把小狗送给别人 结果后来就被舅舅领养了 所以这个是老板爸爸唯一短暂 一两个月养狗的经验 那后来他真正养狗 其实是养到拍拍 拍拍跟国庆 对对对对我以前 因为我们开浪浪之前 其实我自己是有两只狗的 那拍拍跟国庆 其实是老板爸爸真正开始养狗的开始 那其实老板爸爸第一次养狗 就养到像拍拍这样脾气不好的狗 我觉得你一开始对拍拍的感觉怎么样 对拍的感觉就是 那时候养狗经验没有很多 然后拍拍就已经是成全了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习惯跟状况 会不知道怎么去做 然后他就是真的 以前牵他比如说下楼 要去散步的时候 他会偷咬邻居的脚 有一次还真的被他咬到 然后还好邻居没有计较这样子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才知道牵绳是要怎么用 然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所以那时候觉得养他其实蛮 蛮多细节要注意的 尤其是比如说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其实拍拍是完全没有办法在一个共同的空间 跟大家一起生活 因为他真的是三不五十 只要有人一动他就想要冲过去咬 像他最近最近刚从那个 因为我们新家刚弄好嘛 然后最近他刚从爷爷那边住了七个月回来 那结果前几天他还就是 还咬小畅场 而且那时候当下小畅场并没有在做什么事情 而且还有一段距离 拍拍就突然从后面柱跑过来 然后直接把小畅场扑倒 然后咬伤他的脸 然后小畅场 还好小畅场就是暴哭一阵 赶快把他抱起来 让他去喝奶 然后他就忘记 也就还好 还好他不记恨 但是拍拍就是一种 他就想要吓他 对拍拍就是一只这样个性的狗 也不能说他是被交换 我觉得像狗狗其实是不是天生80% 个性其实已经注定了 嗯 对啊 其实他们假设是 我们以那个流浪狗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生下来的基因 大部分都被固定了 然后接下来 再来是他们的学习经验 比如说他们在流浪的时候的学习经验 其实很复杂 我们也不太知道 所以如果你去领养一只狗的话 其实假设他是浪犬 就是我们要一个性理准备 就是说他过往的经验 我们有可能不清楚 所以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观察说 为什么他今天会出现这样的行为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避免 怎么去调整这样的状况 那拍 可是他不是浪犬啊 他的妈妈是浪犬 对 他的妈妈是浪犬 但是拍拍以前的学习经验不好啊 就是老是咬人 然后老是还被他 总是被他咬到 我觉得他本来个性天生就不好 他个性 你不是说他小时候就蛮不好的 对啊 他是从小就不好啊 也不是说把他教坏 但是他那时候就没有好好的去做正确的学习嘛 对不对 然后只能说就是当拍拍这几年 他至少 以前是一个脾气不好 我又无法控制他的状态 所以也惹惹了不少人这样子 然后但是后来学习过比较多知识啊 虽然说他个性还是不好 但是至少比较了解说可以怎么样控制他 让他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 然后不要太打扰到别人 这个时候后来我们觉得你要去学习这些知识 教狗 不如说应该是教自己啦 教自己要怎么样去了解他 或者是去帮助他排除那些他讨厌 或者是会失控的事情 对就是他已经很讨厌了 为什么还要他去接受这些事情 然后他有可能是不接受 所以才会有攻击的状态 对所以拍拍其实是 对一个当初没有养过狗的老板爸爸来讲 就是第一个挑战 他其实现在把拍拍控制了 拍拍在他手上的时候 其实是一只没什么太大问题的狗 但是如果跟我单独相处的时候 他问题又很大 所以其实狗狗真的会挑人耶 他觉得你是他的资源啊 然后不能被侵犯的啊 我是他的资源 对但是我的 他是觉得我很弱还是我是他的资源 然后对于我来说我是 我也是他的资源 我应该不是说我是他的资源 我是给予他资源的人 所以我会去分配他的资源 那我会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他觉得我不是他的资源 有没有什么办法 应该说要有原则一点 我有没原则吗 就是你要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在叫拍拍的任何事情 都要跟着一起做 就是你不能随心所欲的说 今天拍拍怎么样 然后就让他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要去控制他 控制他某一些行为 因为他毕竟是成全的 他有可能这些行为是 需要一直我们去协助他的 他没有办法自己 最后去认知到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 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还是觉得那是气场问题 不 不是气场问题吗 就是他觉得你比较可靠啊 然后他就比较听你的话 你有原则的话 表示你很坚定 我有哪一些地方没有原则 没有原则 比如说你要出门或坐电梯的时候 你都会直接冲出去 然后开门就走 然后出门的时候 也不会请他去做哪些事情 那你就走 例如哪些事情 你就穿胸背啊 然后就开门 然后就走了 然后坐电梯也是啊 然后就直接进去 然后直接出来 也不会请他说 要坐下 然后跟他说等等 会有人进来 跟他说OK 我们才可以出门 遇到人的时候 要跟他说那边有人 要请他注意 你不会做这些事情啊 所以他 当你没有办法 帮他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选择自己去做 他觉得 遇到这个状况 他以前的经验 就是要叫他 人家会吓到 就会散 就不会靠近你 所以 我如果把这些事情 都很确实的 每一次都做到 他就是会 他就是不会想 那么想要保护我就对了 他就知道 你遵守了这些原则 然后你回去做这件事情 那他才会渐渐的退下来 嗯 对啊 所以养狗 原则蛮重要的 尤其是养到一只 可能很有个性 很有自己想法的狗的时候 更需要 嗯 他确实真的很有个性 其实后来 养了拍拍以后 大概 呃 我们后来就开了浪浪嘛 后来开了浪浪以后 就 斑斑其实是我们中途的 第一只狗 但是第一 他就是验证了 第一次中途一定会失败 所以那时候 嗯 刚好那个拍拍的妈妈 国庆 过世 他就是18岁 嗯 年老过世了 然后刚好当初 当初我们遇到了斑斑 第一次中途的狗 就舍不得送出去 于是我们就 把他留下来 原本我们就打算 可能就是养两只狗 就好了 嗯 后来又 后来因为 嗯 开了浪浪嘛 结果又遇到奇奇 就收编了奇奇 然后弟弟呢 是因为觉得奇奇很寂寞 当初比较不了解动物 就会觉得猫可能需要陪伴啊 嗯 然后就是其他的猫又一直送走 然后就觉得 诶这样子只有奇奇 一只猫好像会很孤单 所以我们就留下了弟弟 嗯 跟他作伴 嗯 对但是 奇奇跟弟弟也是 生活了好久 才知道彼此是 那个在一起生活的家人 对 但其实 其实那个猫的 那个 思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就是 他根本 没有需要我们 帮他留下一个伴 所以其实我 这个 在这个送养的 这个几年里面啊 常常听到 有领养人 跟我们说 他想要再养一只猫 跟另外一只猫做伴 其实 猫是一个 独居的动物 独居的动物 对他们根本就 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说需要办这个东西 应该说 呃 假设他要办的话 一定 一定是说 从幼猫开始 做学习嘛 学习有 同伴的存在 这样子 但是他们天性来说 就比较偏 独居的状况 所以你家 养成猫的话 你要再领养一只 成猫回去 那个冲突是非常大的 嗯 对所以 但是你养一只幼猫回去呢 也有可能造成原本的 成猫 过于焦虑 因为小猫太耗动 他可能会去挑战 乘猫 嗯 的状态 嗯 所以对其实就是他们 奇奇弟弟呢 虽然他们名字是一对嘛 我们本来希望他们是 一对的这个样子的概念 结果他们两个其实多年来是 没有什么太多互动的状况 像奇奇还常常会 呃 弟弟可能睡在那个地方 然后奇奇想要去睡那里 他就会直接走过去把弟弟打跑 嗯 对然后或者是吃东西 会抢他东西吃 对或者吃东西也是 看到弟弟在吃东西 然后 他想要吃那个 然后就是过去 直接把弟弟就挤掉 这样 所以他们两个完全 不是我们原本设想的那个状 那个状况 不然他们就 其实就觉得 毛小孩他们能 能互相和平共处就好了 像拍拍是我们养的第一只狗嘛 后来养斑斑养吐司养猫 他都有反弹过 包括我们现在 就现在生了一个小孩 小畅长 他其实都都有反弹 但是久 久而久之就找到相处之道 其实很多人常常问我们说 呃 我想要养一只狗 我想要知道另外一只狗 或是另外一只猫 能不能接受前面的 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人家 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应该要用什么心态或是方法 什么样的心态啊 应该说 呃 其实你要养 你是多狗或 想要多狗或多猫家庭的话 一定要去 要去先去了解原本的 狗跟猫他们的个性 因为你毕竟养他很久 他个性是怎么样 他可不可以 接纳或者是 呃去分享 原本的主人 跟原本的资源 像如果是呃 班班那时候因为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收养他 所以 但主要是因为班班他的那个 个性 本来就比较随和 不管是 你要 引入一个新生命 那新的伙伴进入家庭 都要去做好 呃 非常完整的安排 比如说 呃 你要有适合的地方 可以 隔离他们 当你们不在的时候 避免他们冲突 那你们在的时候 要怎么去安排他们做互动 因为 每一只狗的 或是每一只猫的需求 可能不一样 有些狗 他可能比较重吃 有些狗他就是重 跟主人互动 有些狗他就是重玩 当你知道他们的 比较主要的需求之后 你就可以 知道他们的顺序是怎么样 那才不会去避免他们去做 竞争跟冲突 因为当多狗多猫的时候 就是怕他们竞争嘛 那竞争就会冲突 就会受伤 不过我们好像有点理解 对 现在刚刚突然讲到那个 在养多毛家庭要怎么样 我们今天本来应该是想说 养狗的牺牲是很多的 就像是 呃 其实我们已经好几年 没有出国 或者是没有带狗一起出去玩 就是我们好像 有出去玩 有出去玩 就是要带着他们 对我们出去玩都一定是带那个 一定挑狗可以去的地方 尤其是因为我们又不是只有养一只狗 而且是养三只 然后还有两只猫 所以其实那个生活 都非常的以他们为中心 在做考量 我记得前 前年 我们去墾丁玩 结果 呃 也是都是找狗友去 所以其实我们在养狗之后 一般 没有养狗的朋友 变很少很少 嗯 比较没有互 比较跟他没有办法互动 因为我们的生活 必须 真的就是很以狗为中心做考量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朋友 通通都是狗友啊 都是领养人变成的狗友 因为大家都有养狗 就可以一起出去玩 然后找狗可以去 出去的地方 大家也比较能互相体谅 可能狗狗很多地方都不能去 这样子 还有像很多那个漂亮的饭店 也不能住啊 通常有养狗的那个民宿 或者是饭店都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对啊 像那种很出去玩 就是很多地方都不能住 像我记得我们前几年去 那个墾丁玩 那一次玩 就是真的去一个地方玩啊 我们大概就只能走大自然的路线 或者是找那种人很少的时候路线 的的时候 还有就是我们几乎就只能在民宿玩 大部分人都只能在民宿玩 然后那个民宿是本来就可以带狗的 就比较不会打扰人 因为我们的狗又不是那种小型犬 可以装在箱子里面 不会吓到人 然后每一只都比大只的 对啊 所以其实像上次去墾丁玩还下雨 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 除了民宿以外 我根本没有其他的印象 我们去有什么地方玩 就是只能去海边 对啊 他又只能去海边 对啊 因为室内的地方 如果可以去的话 大部分都要做推测嘛 对啊都要做推测 而且我记得 我们上次去墾丁的时候 有去一间可以 带狗狗去的餐厅 但是我们那时候狗友们一起去 所以同行的大概就有七八只狗 然后呢 那个狗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状况很多啊 例如我记得那天 刚好本来坐在户外 然后大家 我们还选了一个最边边的位置 然后为了让狗不要看到人过来 就叫 我们还把那个外面帐篷的 那个棚子的帘子 通通都放下来 对不对 结果后来 后来下 就是因为茶茶很会叫嘛 对不对 茶茶不是一看到人就叫 茶茶是不是 我们就把那个棚子放下来 然后让他们不要看到人过来就叫 结果后来 好不容易都塞好了以后 突然下起大雨 雨都喷进来了 我们就只好全部通通 躲到室内啊 然后牵着七八只狗一起躲到室内 因为真的很很可怕 就是 就是有几只比较不亲人的狗 看到人走过来就开始一直叫 一直叫 我觉得那个旁边的人看起来一定很恐怖 毕竟他们聚集在一起 而且都是认识的狗 他们就会 变得很凶 对就是会有 比较警戒的狗 然后 其他的狗就会跟着一起 对 所以其实我们 像我们出门玩 真的是 你说 也不能玩得很尽兴 因为就是要一直看狗适合去哪里 还有 会有真的很多地方不能去 像每次我们出去玩 可能要吃个饭 就要 明明就有非常多东西可以吃 但是我们就要一间一间打电话 问问看这间可不可以带狗 然后跟他们讲说 有三只 有五只 然后大部分 而且狗都是比较中型的 大部分都会跟我们讲不行 最后我们能吃的东西其实也变很少 所以 所以养狗呢 要出去玩也会少了很多品尝美食的机会 每次最后大部分我们都是去 一部分的人出去买东西 回来 然后我们就在民宿里面吃 所以就是 待在民宿的时间里面是最多最多 对啊 也不能带着他们出去 逛街 对 觅食啊什么的 因为这么多出去 也蛮不方便的 真的 像那个去墾丁大街 想说去逛逛嘛 然后逛逛 然后呢 就有些狗就会喜欢偷吃 路上的东西啊 像之前那个 我们跟福福他们出去玩 然后福福不是沿路 还一直捡摊贩丢下来的东西吗 对 对啊就是 那时候 那个去哪里啊 花莲 对花莲 去花莲的夜市的时候 对啊 他就沿路一直偷捡摊贩的东西 你就会看着他吃东西啊 然后出去玩就是有时候狗比较多嘛 然后他们这一只狗跟那只狗不合 插枪走火还会打架 我记得有一年是元旦嘛 对不对 然后狗那个福福跟 好像是跟谁 跟大头打架吧 然后两个人还 对对对对 两个人还那个很紧急的跑去找医院 根本都没开 所以其实带狗出去玩就是 很多很多的状况 一路上一直在解决他们的状况就对 对啊 而且其实也不是每一只狗都喜欢跟别的狗一起出去 对对 对啊 所以有些像有些像我们家的狗还好 对狗都还算是认识的狗都还可以接受 都还可以一起出去玩 像我们就有好几个领养人啊 刚刚讲到那个早期我们送的大头 那个大头妈妈是非常喜欢交朋友 很好客的那一种 但是他养到的大头就是一只非常不亲狗的狗 他每次带狗出去 他的狗都会杀别的狗 所以久了以后 他其实就不能出现在这个狗具里面 因为他根本不能带狗出来跟大家一起玩 这样也让他减少了很多跟朋友互动的机会 然后而且如果不是出远门的话 就是比如说是短暂出门的话 也也也会蛮担心的 因为没有像以前没有养狗的时候 就可以好好的可能出去聚餐 然后时间很长都没关系 还可以去别的地方去续通啊什么的 但是养了狗之后或养猫之后就是 就算只是跟朋友聚餐 那时间都要算得很好 就是出门的时间跟回家的时间 因为需要喂他们吃饭 然后你还要遛狗 如果你晚了一点点回家 狗可能就会开始乱大小便 然后抓门啊 然后破坏家具啊 或乱吃家里面的东西 因为像吐司他就很明显 对啊像我们前阵子 在处理搬家的事情嘛 所以我比较忙 有一天就只是晚回家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吧 回去打开那个小房间的门 就翻箱倒柜乱七八糟的啊 他就是没有完全 因为他们每天生活的很有规律嘛 就是中午几点吃饭啊 然后下午大概到了四五点 他就是要散步 结果我们没有在他们散步的时间回去 他们就开始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站起来走来走去就很焦虑 那吐司更激动一点他就是会搞破坏 然后找东西吃 然后把东西弄的乱七八糟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 我们现在变成说自己养狗养久啊 自己内 体内也会有个生理时钟你知道 就是如果我出去过三个小时还没有回来 我就会开始变得很焦虑 跟他们一样焦虑 就怕他们是不是开始焦虑了 然后是不是开始没睡好啊 然后会不会开始抓门啊什么的 虽然有装那个摄影机 但是看了之后更焦虑 对啊 我有时候一直在外面一直盯着那个摄影机 然后你又不能做什么 然后只是看得更焦虑更想赶快回去而已 所以就是上述这些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啦 然后还有像我们最近搬家啊 搬新家嘛 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啊 然后还有整个新家的布置 也需要为他们量身打造非常非常多的考量 对啊 就是怕他要挑社区 比如说这个社区到底可不可以养狗 养宠物 然后旁边的邻居会不会怕吵 或是我们怕我们的狗 废叫是不是会吵到他们 所以住的地方都要做做挑选 因为有些社区是其实是不能养的 然后可能邻居也没有特别友善 就要花费更多的心力这样 像我们在找房子的时候啊 也会特别的 那时候都有带狗狗一起来看房子 因为也是看一下管理员啊 看一下当地这个邻居 看到狗的时候反应会不会很闲热这样子 然后还有我们一定要挑那种户数比较少的 像我们现在摆的房子 他的这个整个社区的户数只有70户 还有同层的住户一定不能太多 像每次我们去家房的时候看到那个 领养人可能住大楼 然后那个一层可能都有十几户 我们都会比较担心 也会特别提醒他说 因为同层住户这么多 就表示如果狗他会叫的时候呢 他会打扰到更多人 那这些人如果十户里面好了 如果有三户不喜欢狗 他们老是给你施加压力 然后每天给你摆臭眼看 就是让你住起来就会很不舒服 压力很大等等的 所以当像我们这次买新家 有办法把所有的问题都回缩到最前面去避免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是在挑选社区啊 然后挑选同层住户的时候 都把它尽量的数字是讲到 选到最低的 还有例如说我们也没有挑高楼层 我们挑 现在的楼层我是三楼 然后二楼是管理人放东西的地方 所以就是像我们狗狗如果晚上在 晚上走路啊奔跑啊在追逐跑来跑去 或者是猫咪啊他晚上在暴冲啊等等 小孩丢东西啊楼下都都比较不会担心楼下的邻居会来骂我们 还有就是虽然说我们坐的是电梯大楼 但是如果像狗坐电梯也是一件很惊险的事 就如果有人从楼上坐下来坐到三楼我们按电梯 结果一出来然后他们看到看到三只狗也会吓到啊 所以像我们现在就住在三楼 然后也是算过就是旁边就是那个楼梯嘛 所以如果当楼上有人要坐电梯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去坐电梯就直接走楼梯 不要打扰到别人或者是要上楼的时候 如果有人要坐电梯我们也不要坐电梯 就直接走楼梯带他们上去 就让他们尽量去避开人群等等的 就是在所以在居住的地方一定也要非常非常多考量 因为如果你这些东西不做考量的话 到时候你生活起来就会很不舒服 然后邻居也会很不舒服这样子 对 这也是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搬家的经验以后 整理出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要买一个 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这些问题 还有像家里的摆设也很多改变啊 像大家很多人家里都会想要放那个地毯嘛 或是甚至厕所外面出来要有个脚踏垫 因为像这一次家人来都会说 欸你们厕所没有放脚踏垫 对啊像这种 像还有包括很多领养人 我们家访说看到他们家是有地毯或脚踏垫 我们都要跟他们说 这些东西一定不要放 因为狗就是会把它当成尿布垫在尿 果不其然吐司就是这样子 他连那个很小块很小块的那种塑胶垫 他觉得是垫子的东西他都要尿 像那个养狗的人家里面 通通都不能放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人喜欢摆那个鞋子 就是把它散落在外面嘛 然后或者是东西 比如说有茶几啊 什么饮料零食啊都会往上面丢啊 对啊 大家很有可能有顺手的习惯 就是这样拿去比较方便嘛 像如果像养狗的人 养猫的人家都不能这样子啊 像我们这次弄新家也是通通做柜子 嗯对 就是柜子收纳就很重要 就是要把鞋子啊 还有衣服 因为像有些狗跟猫有意识匹 像拍拍就有 拍拍超喜欢 拍拍真的有意识匹 我拍拍很喜欢吃裤子 对 就是那种味道很重 对有味道有穿过 然后有味道的东西 他超喜欢吃 像他就是我们绝对 所以如果把袜子裤子就是 没有放好 没有放在柜子里面的话 他一定会去把它吞掉就对 对 然后你有一天穿的时候 就发现有个洞 对裤子是破掉 袜子是破掉 这样 对啊 然后像收纳很重要 或是放高 也真的很重要 因为避免他们务实 然后热射桶 请一定要买有盖子的 你不要放在那边 让他们犯罪 让他们去找里面的东西 然后像沙发也要挑选 比较好清理的 或是仿抓的 像那种布类的 其实我们都不太建议购买 因为布类的很容易留味道 只要很容易留味道 然后猫跟狗就很喜欢抓 很喜欢咬 这也是因为我们开了三间店 然后非常非常多的经验以后 知道如果 就知道 这次通通用在我们自己的家上面 就是这个摆设啊 挑犬材质等等的 就会比较好 对啊 养幼犬幼猫的话 就是家里面的木制的家具 就要减少 因为那个就是个灾难 除非你家的狗跟猫年纪比较大 他不会去做很多啃咬这个动作的话 才可以考虑 所以 你家有幼犬幼猫的话 木头做的家具真的要减少 然后像地板啊 就是要做一些防滑的状态 像我们 因为小畅长的关系 所以我们蛮多地点的 然后他们也喜欢在上面做奔跑 比较不会脚打滑这样子 然后一些猫狗的活动空间啊 因为像猫就是 需要垂直活动的空间 然后跟躲藏的空间 所以要多设计这些地方 让他们去躲藏 让他们去跑 然后让他们去可以 有空间可以躲藏活动这样子 还有像我们在挑选那个房子的时候 附近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 像那个散步路线真的很重要 这个 对 养狗散步不能乱走 对啊散步也不能乱走 就是 虽然说我们现在坐这个附近 就是店家蛮多的 但是 还好这边是附近的店家 他都有人行到 那如果你走在旗楼里面 牵狗的时候 跟人擦身而过 牵了三只狗 确实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他们可能 随时会抬腿尿尿 然后尿在人家店家也不好 所以我们刚好挑选了这边 他们虽然店家多 但是附近也有学校啊 学校就有很多 有树木的人行道啊 公园等等的 这方面非常多 养狗如果你要养得舒适 跟你能和谐的生活的话 环境真的很重要 方方面面要考虑的东西 是真的很多 对啊 因为环境除了对人重要 对 常常出门散步的狗也蛮重要 因为 假设你走在旗楼 然后旗楼很多味道 然后狗又不能闻的话 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味道他不知道是什么 还没有去理解到 就要去走往下一个味道 这对他们来说 因为狗他就是会狩猎 狩猎 绣纹是为了去满足他的狩猎 所以他们出门就是在绣纹说 这只狗 这边这个柱子有 前一只狗的味道 然后他去搜寻说 他到了哪里 然后下一只狗又出现了这个味道 或是其他动物的味道 就是他们 绣纹当中去满足他们 狩猎的需求 但是如果都是齐楼的话 你只要有时候可能闻一下 那个店家里面的人 就在旁边偷瞪你 就算只是闻而已 他说你的狗不要在这里尿尿 我说这边不能尿尿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养狗的时候就是 带他们散步真的是要非常注意 就是散步不能乱走 你可能要规划一下说 哪边是可以走的 遇到的人会比较少 什么时间可以散步 然后哪几户有养狗 可能不能经过 因为可能会互相激动吵架 然后哪边车子比较多 可能要稍微闭一下 然后有学校可能会有上下课问题 是不是要避开他们上下课 他们才不会说一下子遇到人太多 导致他们有点紧张这样子 所以就是其实很 是一个不是很轻松的事啊 很多事情像散步的时候 我们都是比较要 主人就是要比较警戒的状态 然后注意那个周边发生的事情 要帮他们注意 要不然你不帮他们注意 然后如果有什么突如其来的状况 他们可能就是冲着人废觉啊 然后或者是要咬人的状况等等的 其实还还蛮危险的 对散步的时候千万不要盯着手机 很危险 对啊然后 这个是平常生活起居的方面 然后我们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遛狗 早中晚 一天起码要三次 这是基本走不掉的 然后一次都是半个小时起跳的 好当然有很多 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养狗 不是这样子养的 然后也不是那么以狗为中心 在过生活 也没有拨那么多时间在陪狗散步 但其实那个我们自己都会觉得 那个对狗来讲就是一个 狗是一个比较可怜的状态啦 就是他本来是可以享受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活 结果被进到家庭之后 这些东西反而被剥夺了 对吧 对啊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 有时候听那个 我们像最近有些 有些常常会遇到一些深情人 就是说可能讲一下他们之前养狗的习惯啦 然后或者是平常其实很少再遛狗 一个礼拜遛狗一两次 然后每次出去的话 就只是让狗抬腿尿个尿 然后就回来了等等的 其实这对狗来讲说是不太 对他们来讲是不太人道的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在饰养狗跟猫的时候 不是给他们吃喝就好 因为吃喝其实是 吃喝睡觉 其实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非常基本的喔 他们也是有社交的需求 有跟主人一起互动的这些需求 还有啃咬撕裂的需求 他有去生活非常丰富化的这个需求 他才他才可以说在他的家庭生活当中 满足到一个身心非常平衡的状态 才可以减少非常多家庭跟主人 或是家人之间的冲突 再来是金钱部分 其实我们每个月在他们身上 花的钱也是很多 要养一个五毛家庭 其实也是要花非常多的钱 那那个老板爸爸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每个月要买哪一些东西 然后平均花费大概是多少 买哪些东西就不用太细讲 因为每个人可能养狗 给他们吃的东西不太一定 就是有些人就是飼料为主 有些人就鲜食为主 有些就是鲜食为主 有些就是鲜料罐头都有 但是以我们来讲 我们平均鲜料罐头跟鲜食 然后他们鲜充药每个月平均一只 花在他们身上的钱 就是平均一只大概是四千块左右 而且我们还是因为东物 这些东西都是跟店里面的狗跟猫一起叫的 然后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的费用还花的比较低一点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应该会更贵吧 有可能 一般人从宠物店直接取得的话 费用可能是更低 一个月差不多就是四千块 我们五只 五只的话就是 就是两万多块 对啊 真的很惊人 很惊人 对啊 两万多块可能都可以 缴一个房子的房贷 对啊 而且这个是他们没有生病 或者是没有出其他意外的状况下 对啊 所以说其实我们狗还不算是 长生病 也不算是长生病 然后也没有算是 就是吃的很顶级好的 对啊 因为像我们大部分就是 饰料 罐头 鲜食 我们都会吃 全部都会吃 然后大部分是以鲜食为主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自己每天帮他们煮嘛 所以其实 你不讲我都还不知道 我们一个月要花到这么多钱 还没有算 那个零食 有时候零食买的比较多 对啊 零食也是一定要吃的 因为有时候 可能像 尤其是我们最近换环境 有一些小缺心 他们对那个环境更焦虑的时候 就是更需要这些零食去辅助 让他们心情可以愉悦一点 像这种东西也是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把它算进固定成本里面的 还有像最近呢 那个 奇奇十岁了嘛 然后 所以他口炎 猫 猫得口炎 其实还蛮 常发生的 因为我们在中途 的时候也常常遇到猫有口炎 口炎就是一个 他不会好 然后会 随着他的抵抗力 反反复复发作的病 然后像奇奇最近口炎蛮严重 他最近去拔了半口牙齿 因为不拔牙的时候 牙齿会痛 然后吃不下东西 然后会一直流口水 这样子 所以后来医生整个就是觉得需要帮他拔半口牙齿 然后我们就去帮他安排了拔半口牙齿 拔半口牙齿 那一次的费用就是多少钱 那一次费用 半口牙是大概两万五左右吧 就是光手术 不包含前面还做检查什么的 前面检查应该是 七 我记得好像是七千多块左右吧 对 因为还要做手术麻醉之前 你还要做斜检等等的 对 而且奇奇还不止拔这一次牙 因为像 他第一次拔牙大概是一年前吧 就是我们在台南发现 他有流口水的状况 才去做了检查 发现他后排牙齿就是有 那个牙齦有发炎的状况 然后在跟医生讨论之后 就怕说他一下子拔那么多牙也不太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拔一些 发红比较严重的地方的牙齿 然后拔下来之后看他可不可以好转 然后不要让他吃太多的肋骨唇 因为肋骨唇吃太多可能会 有可能会糖尿病跟肾脏有问题 而且猫就是不爱喝水肾脏 就是晚年就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他第一次手术的时候 其实拔的牙比较少 那包含那些检查的费用 那次大概花了七千多块左右吧 但是后来起期情况比较稳定之后 不是说拔完牙就没事了 因为他要做护理 就是我们会使用做一定户 一定户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就是做那个猫狗口腔护理的一个保养品 他一瓶 他有三十颗六十颗的 然后我们都是买一次都买差不多三十颗左右 然后每天使用 然后一罐大概就九百块 然后每天都要插他的牙齿 然后他的食欲状况才比较稳定下来 但是后来我们从台南又搬到台中的时候 在搬到新家这几个月 齐齐他其实是住在店里的 就是齐齐跟弟弟 但是齐齐他因为年纪也稍长 他适应力没有像以前这么好 他以前就是适应力真的 真的是蛮好的 所以他的自体免疫力就开始下降 他的流口水的状况又开始出现 然后非常严重 然后导致他的食欲都很不好 然后后来他又再带去医院做检查 说评估是不是要继续做拔牙这样 然后后来才做了第二次的手术 就是拔了半口牙 只剩下两颗虎牙 拔完之后其实状况也有好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换环境 然后他这个年纪对他来说 他觉得他不想要跟这么多人猫一起生活 然后那时候他精神压力也蛮大的 他就开始拔自己的毛 不管是外在压力或者是自己身体疼痛的状况 他开始拔毛了 那我们才赶快决定说 赶快把新家弄好 赶快把他搬过来 那当然也不能说 搬过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 又是换环境 又是一种压力 那就是要帮他们准备费洛蒙 让他们减轻焦虑 买费洛蒙也不便宜 就是一瓶插电的可能也要一千多块左右 然后可以用大概一个月 那一个月之后 也要看看他的状况 如果持续不稳定的 还是要继续使用 其实真的 当他们生病的时候 真的蛮耗精神跟金钱的 因为你会很担心说 他今天到底吃不吃得下 不吃的话该怎么办 要做哪些事情 就是如果花了钱 看医生拔牙 然后他们状况就好转 其实还没什么问题 但是像奇奇最近的就是 他我们花了钱 然后让他去做拔牙 结果回来好没有一阵子以后 他又开始反反复复 就是看起来很可怜 吃不下东西 然后口水一直流 然后流的这个全身都脏兮兮黑黑的 然后看到他因为不舒服 然后一直在拔自己脚上的毛 拔的都凸凸的 看了真的 就会觉得自己 就会觉得蛮无助的 真的还能帮他做什么 然后这是奇奇 奇奇10岁了 然后再加上像我们家动物 拍拍11岁要12岁了 然后斑斑也10岁了 吐司7岁 弟弟也5、6岁了 所以我们家的猫狗都几乎是 就是那两三年开始养的嘛 所以他们年纪其实都蛮近的 像他们这样子啊 开始动物老的比较快 他们开始都迈入老年了 其实像我们的精进能力 一定也要跟着去做提升 要不然等到他们开始 开始身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会需要很多 更多的时间跟金钱 去帮他们保养他们的身体 花费一定是更大的 对啊就是你一定要准备一笔钱 是可以紧急让他们做生病的时候使用 真的养动物最 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一开始跟最后 是非常辛苦 一开始是磨合 后面是年老的照顾啊 精神跟经济的费用等等的 我现在其实想到我们到时候 动物他们十五六岁的时候 全部都是一起老 所以我就觉得很恐怖 可是这个是当初我们几年前 六七年前在养他们的时候 没有妥善去思考问题 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这几年 比较好的是因为这几年 宠物保险 比较流行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去 参考一下各家的保险 宠物保险 不过钱是一个问题 钱我们可能可以用宠物保险来解决 但是你看到时候那个啊 如果狗狗都一起老了 然后他们身体出现各种不同的状况 在那个当下 哇看的一定会很难过 你知道现在是只有奇奇一个需要 我们花比较多的精力去 帮他调理他的身体 然后到时候拍拍吐司斑斑起起地 他们全部都一起老的时候 那个看了他们生病的那些样子 一定会非常实际 因为像以我们的工作状态来讲 可能跟一般上班族可能不一样 如果是一般上班族的话 如果家里又有年老的狗或猫的话 他们在上班的时候一定会更加焦虑 真的像以前那个国庆那个拍拍的妈妈 活到18岁嘛 然后那时候他最后要快要离开人事的这段期间 我们那时候都还是上班族 当时就是下班回家以后都蛮晚的 回去看他一个人就是很老 然后在那边有点失智 然后有一次回家怎么都找不到他 结果不晓得他怎么样塞到那个沙发底下去 你记不记得 对 塞到沙发底下去 而且拖就是拉屎拉尿 他那时候都已经没有办法治理他的大小便了 然后把他从沙发底下拖出来 那个感觉真的很心疼 所以这个就是我也很 其实我也很能理解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那个狗狗跟猫咪死掉以后 他不敢再继续养 一方面真的是你要负起很大很大的责任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精神 金钱 还有在他们要快要老死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最痛苦的 你要看着本来健健康康的毛小孩 跟你在一起生活那么久 我就最后要看着他这样子 一天一天的凋零 然后一天一天的越来越虚弱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痛苦 真的 所以其实像像有蛮多领养人 他来跟我们领养的时候 要领养这种年纪很相 跟家里的狗或猫年龄很相近的动物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们分享这一段 真的要好好的考虑 现在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推回六七年 我可能不会在那一个同一个时间去 同时领养这么多动物 我觉得把他们错开会是比较好的 要不然我现在想到我们过几年的那个 生活的形态就觉得很恐怖 要同时照顾那么多年迈的动物 对啊 现在就开始觉得会怕了 你觉得有怎么样的人不适合养毛孩 不适合养毛孩 以我的观察跟建议就是 没有耐心 然后没有时间陪伴 然后跟金钱规划的人 还有那种很喜欢有自己的时间 觉得有一个 我觉得有自由灵魂的人 对不适合也不适合 非常不适合养毛小孩 真的 其实像我记得 我们去年有一个领养人 领养了以后退养 然后我后来去回想起 他为什么会退养的原因 其实那个 那个退养的人是沙拉的前领养人 他跟我们 他那时候退养的时候 跟我们讲的原因就是 他不晓得 养狗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因为他真的养下去以后 他才发现 比他想象中的 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或许他不是那一种 就是想把毛小孩 就放在家里 然后不理他 自己去过自己生活的人 他或许觉得养了 就要好好养 但是想到 但是他知道养了 要好好养 然后真正的养了以后 他发现 如果要把他养好 照顾好 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 他百般思考之下 觉得自己的快乐 更重要 这是他告诉我的 他觉得如果他自己不快乐的话 他怎么 好 他怎么能把沙拉照顾好呢 所以他 几经思考之下 他养了沙拉 快要两个月以后 把他退养了 嗯 其实我后来的结论 事过境间 我后来的结论就是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拥有自由灵魂的人 嗯 我不能说他完全的不负责任 因为他养了狗以后 他更加的认识自己 嗯 他非常的需要自由自在 嗯 然后他的快乐 跟他的自由 比这只狗养不养还重要 嗯 所以他觉得把狗还给我们 让他找 让我们再帮他找一个 嗯 更肯为他牺牲的人 嗯 会对这只狗更好 对 你在养之前真的要想清楚 不管是想清楚啊 因为说 想清楚是不是很难 想清楚很难 因为好多人 好多人真的养了以后 他才发现 比他想象的还难 对 这个到底该怎么解决 首先他可能要先去认识一下自己 嗯 要怎么样认识自己 没有 因为他 有些人 在养之前 他不会去想说 他可能觉得他就吃饭 然后有时间带他散步就好 他没有去想说 他一天当中要怎么去安排他们的生活 不管是主人自己的还是毛海的 他没有很少人会去想到这些 可能这么详细的时间规划 那会觉得说 大概一下就好了 就没想到大概一下 发现有这么多细节就要注意 嗯 对 然后养了之后发现超出自己的能耐 高估了自己 就会发现自己 真的其实没办法 去做到 这么多的细节 嗯 然后导致他很痛苦 的确人痛苦 那个毛小孩就痛苦了 他其实退养我觉得也就算了 我觉得更恐怖的是有些人可能 发现他自己没有帮毛小孩 没有办法配合他们的生活做做这么多的调整 他可能就把狗 怕惹麻烦啊 然后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带他散步 没有那么多时间搞他 所以他就把狗狗养到 然后养养养养养养养到阳台去了 因为养到阳台嘛 才不会弄坏他的家里啊 对 或是养养养养养到门外 然后给他一个笼子 很多很多很多 看到很多人都是变 养狗就变成这样 他不是弃养他 他是把他直接 觉得他麻烦的 不想那么多时间拨给他 所以就直接把他养到门外了 养到阳台了 我觉得这样更加的残忍啊 对啊 而且这个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因为他的生活状态突然改变 衍生出更多废教的问题啊 或者是最后可能会有可能会咬人 有攻击的行为 他们原本可能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你做了这个决定 让他有这样的行为上 性格上的转变 导致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调整回来 最后就变弃养了 所以他 弃养我觉得都还好 就是虐待 弃养你放他自由还好 对 那个就变成虐待了 对啊 但是如果你就是把他终身 让他因为你不想好好照顾他 拨身给他 让他变成终身监禁在同一个地方 每天过得非常非常单调的生活 我觉得那个更是变态 对 那已经是精神虐待 真的是精神虐待 对啊 其实讲了这么多 会不会 我们每天啊 在写颜养文啊 在经理这家店 好像就是一直不停的在 告诉人家狗有多可爱啊 狗有多好啊 毛小孩有多棒啊 但是 其实 更常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帮助一些人灭活 让人家认识自己 知道其实养毛小孩是一件 你要付出很多心力跟金钱的事情 我们讲了这么多 是不是也让你很灭活呢 但是没有错 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跟遇上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麻烦或者认为牺牲太大不值得 那我也要请你现在就打消要养他们的念头 当然其实养毛还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啦 例如生活变得非常的规律 还有我们每天都会被强迫运动 就算再懒 不管刮风下雨 我们都一定得出门去遛狗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对一个地方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因为像我们不管去在台北住过啊 台中台南到处住的地方 像他因为要带他们散步嘛 他们都会就是跟着他们走 他们都会带我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看到很多很深入跟细节的东西 这是一个人在散步的时候不会看到的东西 还有就是我们解释了许多爱狗爱猫的朋友 我们的话题通通都是很简单的围绕在狗猫身上打转 其实很疗愈 还有像昨天晚上天气超冷 盖那个棉被我都觉得不够 我就直接把吐司拖过来 然后抱着他睡觉 就觉得很舒服很舒服 还有像在这个社会上工作啊 就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当被人类伤害的时候 我会更深刻的认知 这个世界上只有毛小孩不会伤害你 毛小孩真的是上帝派来 让人了解爱狠单纯的小天使 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愿意为毛小孩改变这么多 牺牲这么多 这么多不方便我都能接受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带给我们的感动跟快乐是更多更多的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以后 如果你想要养毛孩 可以再好好的思考这些事情 对你来说到底什么是不是 对你来说到底什么样是最重要的 再好好的想想自己能不能为这条生命做付出 做调整做牺牲 了解自己 然后也要了解他们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听 听完今天的分享 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 如果有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在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评论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今天就这样子了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